台湾当局继续调查 昨天造成46人死亡 41人受伤的高雄商住大厦大火 一对情侣疑犯被移送到地检署征讯 高雄市长陈奇迈指示成立小组 追究相关行政责任 火灾之后的高雄城中城大厦严重销毁 有死者家属早到现场败祭 检察官在消防监证人员陪同之下到场调查 当局调查说 起火位置在地下一间茶具行后方的小套房 怀疑一对情侣曾经在里面喝酒和闹架 有人点檀香之后露出火光 这对情侣已经被移送高雄地检署征讯 消防图完成见识 今天解答官未求甚重 多个城中城住户家属仍然未知亲人下落 李先生找了多间医院都找不到妈妈和弟弟 只好来到殡仪馆 但因为送来的尸体只有性别和大概年龄 加上有些尸体已经面目全非 要等子毛给对身份 李先生没办法认识 城中城大楼楼龙龄有40年 位置的高雄盐情区曾经是高雄市中心 星期四凌晨发生大火 过百户居民一度被困 当中大多都是行动不变的长者 大楼在1999年也曾经发生火警 高雄市长陈奇迈指示 成立独立行政调查小组 追究相关行政责任 行政院长苏貞昌也说 已经要求警方完整保留现场 撤查事故原因 无声电视记者吴惠恩报道 台湾当局继续调查 昨天造成46人死亡 41人受伤的高雄商住大厦大火 一对情侣疑犯被移送到地检署征迅 高雄市长陈奇迈指示成立小组 追究相关行政责任 驻台湾记者欧国强报道 火热后的高雄城中城大厦严重销毁 有死者家属朝早到现场毕制 检察官在消防监识人员陪同下到场调查 当局调查指 起火位置在地下一间茶区行后方的小套房 怀疑一对情侣曾经在里面喝酒和吵架 有人点檀香之后冒出火花 该情侣已被移送高雄地检署征迅 消防处完成建设 但今天决察官未求甚重 所以再到现场来探验 我们希望能够及早离心案情 还原真相 多个城中城住户家属 仍然未知亲人下落 李先生找遍多家医院 都找不到妈妈和弟弟 只好来殡仪馆 但由于送来的尸体 只有性别和大概年龄 加上有些尸体已经面目全非 要等子毛比对身份 李先生无法认识 城中城大楼纽宁有40年 外处的高雄严城区曾经是高雄市中心 星期四凌晨发生大火 过百户居民一度被困 当中大多是行动不便的长者 大楼1999年亦曾经发生火警 高雄市长陈奇迈指示 成立独立行政调查小组 追求相关行政责任 行政院长苏貞春逸说 要求警方完整保留现场 检查事故责任 浩仙电视珠台湾记者 欧国勤报道 美国微远说 北京加强网络规管 计划今年稍后 关闭旗下社交平台 拧接领英在中国的网站 领英中国就澄清 只是调整战略 今后会继续服务中国用户 美国微远旗下社交职业平台 领英 LinkedIn 比思维是最后一个 可以在中国连线的美国社交网站 微远决定今年稍后时间 会关闭领英中国版网站 微远认为 北京要求遵守的规管越来越多 营运环境比以往更具挑战 有报道说 内地网络监管机构在3月 曾经要求领英加强规范网站内容 两个月后又说领英 微语搜查网站并和其他程式 不当搜集和使用数据 美联社说 多名学者早前说收到领英的警告信 说他们分享被禁止的内容 虽然在中国无法显示 但在其他地方的领英用户就可以看到 德国柏林有学者说 他写过有关中国领导人 以及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文章 但领英无交代他哪些文章被禁 上个月有消息说 领英封锁部分美国记者的个人资料 无法在中国网络显示 不过领英中国在内地微博铁文 强调微软将关闭中国服务的说法不实 领英中国总裁陆坚向会员发出公开信 说为了更好服务中国用户 协助雇主找到理想人选 决定改变营运战略 今年内推出全新产品和服务 包括推出求职程式 也就不包括领英分享铁文等功能 2011年美国互联网公司Google 关闭中国内地版搜寻网站 其他美国社交平台 例如Facebook和Twitter等等 没有办法在中国网络正常运作 而在北京外交部说过 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 但要遵守中国的法律和规定 不得损害中国的安全和利益 母线电视记者朱少林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据报 不会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英国《太阳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习近平不会出席今个月31日起 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而首相约翰逊已经获知会 消息说这个可能意味中国 不会就应对气候变化订立新目标 又说除非中国带来新承诺 否则全球气温的升风 将不能够维持在摄氏1.5之内 中国目前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高的国家 习近平早前就宣布 中国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并重新历增议060年之前 实现碳中和目标 国家主席习近平据报 不会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岸家博说暂时未有可发布的消息 英国太阳事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习近平不会出席今个月31日开始 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而首相约翰逊已经获知会 消息说这样可能意味中国 不会就应对气候变化订立新目标 又说除非中国带来新的承诺 流测全球气温升幅将不能够维持在摄氏1.5度之内 中国目前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高的国家 习近平早前宣布 中国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并重新历增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晨州13号载人飞船 明天凌晨发射 在北京外交部送上捉完 这次晨州13号任务 展现了中国为载人航天探索 这一人类共同事业做出的新努力 新贡献 我们期待除夕守岁时 能够第一时间听到我们的同胞 来自太空的祝福 让我们共同祝愿 晨州13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美国据报三海津巴布韦斯仪媒体记者 发表有关中资企业在当地投资的负面报道 在北京 外交部批评美方无所不用其极 长期以来 美方为抹黑中国 破坏中非关系 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不惜花钱收买谎言 上述报道充分表明 包括广大非洲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 对美方大肆散布虚假信息 有着清醒认识 对美方造谣污蔑手段之卑劣 底线之低下 深恶痛绝 台湾当局继续调查 昨天造成46人死 41人伤的高雄商住大厦大火 一对情侣疑犯被疑送地检柱正顺 另外离难者里面 包括三个在台的大陆配偶 海基会会协助家属来台 驻台湾记者欧国强报道 火热之后的高雄城中城大厦 严重烧毁 有死难者家属到现场败祭 有住户回来拿私人物品 检察官在消防监识人员 陪同下到场调查 当局调查指 起火位置在地下一间茶巨行后方的小套房 怀疑一对情侣曾经在里面喝酒和吵架 有人点弹香之后露出火光 两人已被疑送高雄地检柱征讯 据报这个女人10年前因为债务糾分 教售他人订汽油弹放火 判刑7个月 多个城中城住户的家属仍然未知亲人下落 李先生找遍多家医院都找不到妈妈和弟弟 只好到殯儀馆 但送来的尸体只有性别和大概年龄 有些以面目传非 要代子母或者DNA比对身份 马英九前总统下午到现场悼念死难者 星期四凌晨发生大火的城中城 楼宁40年 随着市政府迁离和商业区转移 原本7至11楼办公室改为住宅 有业主将单位间成套房出租 不少住户都是基层 至于大楼其余的地方已经荒废 当地人叫大楼做鬼楼 大火之后过百户居民一度被困 当中大多是行动不便的长者 母线电视主台湾记者欧国强不斗